郑田兽带着薛斗到九仙山前来求药 要和这个灌主没有这么一层特殊的关系 还真找不到这儿来 第一次薛斗一叫门 门这么一开 出来一个女道童 这个道童呢 年纪可不小了 二来岁了 一下把薛斗吓好了 把郑田兽也弄糊涂了 等他进来 跟那个道童一说来历 这道童一听啊 原来你是灌主的亲戚啊 这我得给你回禀一声 别人来那我就告诉他了 不在家 灌主已经吩咐 不管谁来 皇上来了 皇上来也这词 这儿不列 他已经是这个 这个方外之人了 哎 出家人了 你能把他办到哪儿去啊 嗯 郑田兽非常感谢 哎 他就一着急 说了两句话 说你看 我看您很面善 哎 这个您是不是姓马呀 问着这个道童很不高兴 怎么 你来看王冠主就看冠主 问我这干嘛呀 不错 也没正经打理这个郑田兽 人家就走了 功夫不大 来叫他 说冠主叫你 郑田兽干嘛 啊 整理一关 跟着这道童 来到后殿 一见冠主出通一下双西贵岛 大礼参拜 口称姑母啊 郑田兽每年呢 都要来个一次两次的 甭管山上的事忙与不忙 他知道姑母一个人 出了家很不容易 哎 要是没有见过这位冠主的 朗丁这一见 还真得把他下一条 为什么这么说 这冠主生得很凶 哎 别看是六十上下年纪的这么一位 老人了 哎 要是不出家的话就是老太太了 哎 可是呢 这生一个男人的相 说男生女相必有贵样 哎 这个女子生了个男人相 这不知道有什么说到 嗯 尤其 只人注目的就是啊 这位老人家的满头黑发 唯独 在他这个顶门这儿 有这么一紫子白头发 是拧着劲的往上上 大概这个玉鼎仙师就是从此 得来的 怎么双轻一顿十分甚人哪 那么 他怎么出的家呢 只有郑天授知道 好多人不知道 这其中的隐形 这位老贯主啊 感情想当年曾经是 紫霞关总兵大人的夫人 协助总兵镇守紫霞关是名声赫赫 武艺高强 这老太太 怎么后来出了家了呢 他离开紫霞关 要是好端端一走也就算了 就亲手 把那总兵给宰了 一日夫妻百日温呢 也真下去去守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总兵关呢 是贪赃王塔 紫霞关黎民百姓啊 让他坑害得活不下去了 哎当时有一个说法 说紫霞关自从这位总兵大人 到任以来这个天哪 就有点天高 不是天高 是地皮 挂得太厉害了 就显得天有点高 众人是无处去告状 就有冤无处去诉 夫人耳朵里灌满了 曾多次解劝 不行 怎么劝不了 感情这个人一中了邪 一走火露了魔 哎 这个贪字啊 也在走火露魔之列 是吗啊 这个贪官啊 他缴不出贪来 你别看他一劲贪 他还讲得挺委屈 怎么我 我贪了半天怎么贪那么点啊 我讲这个某某比我 没费我这么大劲 他贪得没法多得多啊 他没得比这个 哎 你看这位 所以他有他的心理状态 这总贫官就听不进去 夫人的解劝 那么越来呢 他就越来越不像话了 嗯 一参三王法 这人 就容易走上邪路了 那么在外边呢 就令设斩院 三七四七 那就甭说啦 哎 有这个专门注意这些事呢 哎 注意这干嘛呀 那就是看 这顶头上次爱好什么了 就是这个这个 投其所好 您不是喜欢这 您喜欢这 我一定往上端这个 开始的时候 还不太自觉 后来就很自觉了 怎么回事 就习以为常了 应该给我这么准备 我就应该这样 慢慢的 越来这个夫妻越生分 后来夫人就警告这个总兵 我可告诉你 你要再怎么样 我叫为民除害 他开始以为啊 嘿 他打场 怎么你想不进去荣华富贵啊 查了张口 发了张手 躺上一壶切下摆诺 哎 你就是紫霞官这样的 娘娘 我叫这儿土皇上 你瞧 这多美的美事啊 你哪能杀了我呢 哎 黎明百姓再冤枉 这再蠢苦 哎 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哎 咱们夫妻该怎么着 还是怎么着嘛 是不是 夫人可真火 怎么 啊 因为他已经看见 多次 这个总兵部里正式 那还不算在桌案上 基地沉土都有一个大前后 哎 这个 往上边去投诉的那些状子 哎 全都给他打回来了 也不知道 诚心让本人看看呢 还是告诉他 加点小心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官官相护 什么问题吧 谁也说不清楚 哎 有的告来告去的 都把自己给告到监狱里去了 那麻烦了 有的告到西里子三 夹破人亡 这夫人一怒之下 就把这贪官 给杀了 然后跺脚离开主察官 从那时候开始 蹲入空门 出家 所谓郑天寿知道 郭某很苦 内心很苦啊 但是脾气 也是非常暴力 所以每次见着 他都显得特别那么亲密 冠主叫他平身 然后给他准备酒饭 酒饭啊 感情这位冠主啊 您别看出了家了 嗯 有点这个 生活上啊 这个不太那么居小街 酒饭穿肠过 佛在心头座 基本上信奉这个 到时候他也喝几杯 你看 然后这么一谈 实际整天寿知道 咱们姑母啊 是被迫无奈 在此是鲁发为道 就找这么一个地方 就饮顿了就得 省去不少的麻烦 就为了这个 那么自己今天来呢 就把自己这个来历 怎么怎么回事全说 灌主这么一听啊 很激动 怎么回事 这个事我听说一些 尤其啊 我这个 收了这么一个女徒弟 这个女弟子 她带我不错 此人倒是很孝道 但是她越来越走上邪路 我听说此人曾经臭神舍不要 欺骗过民财 这一点我是挺生气的 我不知此人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 感情呢 她跑到九顶火山那去 啊 跟周朝的这个人哪混到一起了 用一种什么浮沉 嗯 这些东西啊 都是她师伯 所赐 那就是我的师兄 开始我看我师兄这个面子 不错我是有几个弟子 后来呢 我都一一的啊 都不承认了 因为什么 没有一个对我心思 就是师生啊 这个特别扭 基本是两股道跑的车 这怎么能行 这位收下这个徒弟不能说全相 那全相倒不好了 但是有一点 得有点师父的提醒 那么她的为人啊 她的品德啊 她的生活习惯 她的待人接物 甭管哪一点吧 有这么一点地方像 这就算老师的一个得意的门生 这就很不错了 你都像模子刻出来的 那倒奇怪了 是这么回事 所以老人家也是挺开明 后来呢 你要愿意上这来就来不来也就算了 但是你胡作非为不行 那怎么能这样呢 啊 那你来的正好 怎么 我师兄会造这种火药 那么这个我最清楚 但是呢 我有解药沉双散 这也不假 你找对了 我把药我拿给你 同时呢 这个过几天 我亲自下山 到九顶火焰山去看看 看什么呀 看看这个 吴云秀是不是在呢 就是史福臣的那个女老道 她在江湖上已经有了混号了 混号人称 其物为狐 这个名字不怎么样 怎么 大不了是个狐狸精 嗯 她干嘛还穿着那个道袍招摇撞骗呢 我一定得去教训教训她 哎 天少 呃 姑母 我听说你们来了两个人 不错 还有一个 这个人呢 是我最要好朋友的 一个孩子 也是他的侄子 你要好朋友是什么人呢 不敢隐瞒 就是大当华当会 踢死太子 金崩盛下 曾经上过铁球坟的 薛刚三绝肚 老人家并没说什么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看来 呃 不管自己真出家也好 假出家也好 这个俗家的事情 这都不太爱管了 啊 那么跟你来的这个孩子叫什么呀 叫薛斗 哦 听这一号 灌主看着看 身旁站着的那个弟子 就开门了那位 那马小姐 他到头听这一号啊 轻轻 转过身来 给老师行了个礼 转身撤出去 走了 人家不愿意听这薛斗这名字 他出去了 叫他更好说话了 灌主这才告诉郑天寿 你知道我这个弟子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说起来这个真是缘分 怎么 我呀 咸游三善闷塌五月 哎 我看见了这个人 这个人正要寻短见 我一问感情是 一位守官主帅的女儿 哎 这个人哪 你们父亲 被杀死在朕前 那谁杀的 就这薛斗 而且他属身于薛斗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哦 郑天寿这么一听啊 我明白了 薛斗跟我说过三言无语 没说十分透彻 我说他这么见他就跑了呢 那姑母您到人家做主啊 还就是我听您的 薛斗这个孩子通情打理 看来他还挺冤枉 他不是说重新 想把那位马元帅 给刺死 老闲师听着这事笑了 天寿啊 你办点好事吧 你来求要我给你 哎 甚至我亲自下山去管教管教 那个九尾湖 哎 我豁出来得罪了我家师兄 我也跑一趟 但是你也得给我办点事 什么事呢 他能不能让薛斗啊 这个应心 这门亲事他还得承认 你别看哪 把这个 这个姑娘的父亲给杀死了 哎 他们不能啊就这样 接约 哎应该呢还得和好 我再劝说劝说他 怎么别说我求之不得啊 怎么你看 这我带着薛斗来求要要也到手了 而且还捡一媳妇 这多好啊 那么 哎呀 姑母啊 怎么 那个姑娘已经在庙中出嫁了 哎 那是假的 怎么 她跟我呀 这个情况差不多呀 她心里的苦处我明白 哎 在这会儿根本收不住她的心 她不可能出嫁 那么暂时在我这儿呢 先站住一个时期 天手你就跟薛斗去说说 如果这个孩子要是不答应这门亲事 那 这这这药我就不给了 正天手已经不能不能 您放心 他绝对得答应 我现在就把他叫来 来不来 那倒没什么 啊 我把解药给你打点好 告诉他怎么一个用法 交代明白了 正天手啊 是个老实人 哎 他来找这个金灵小姐来了 说姑妈把您的这个 来历都跟我说了 哎 您呢是胡将之女 也不用这么免贴 也不好意思 用不着 两宗正天经常厮杀 那虽然您是女性 但是有胡将之风 大将之风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看 还是这个和好为好 姑娘这么一听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只是啊 谢过了这位 郑将军 啊 郑天手这高兴啊 大壮脚就下山了 背着这药 他找到这村里 薛斗啊 是坐卧不宁啊 薛斗受罪了 怎么站着也不合适 坐坐也不合适啊 走走不合适 爬道不合适 蹲蹲不合适 门口站着也不得进 你说这来回围着村 转了仨圈 实在受不了了 干脆我靠墙打把大顶得了 合适了更别扭了 咱们空的难受呢 脑袋都胀了 一看郑天手来了怎么样啊 姐妹儿 你弄明白了吗 我恭喜你啊 孩子 这大早咱们来着了 解药球在手里了 而且不是吧 你还选个媳妇儿 就这么这么回事 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 人把药球要回去了 咱马上下山 天师是死了以后 就到